有不少法师 我们见面常常问我 你的法语言为什么那么好 可不可以教教我们 我说可以 你是怎么做的 布施 你肯布施就行了 我没有到新加坡来 都送了几万册的经书 到这来跟大家借缘了 人还没来的时候 书都来了 录音带也来了 录音带也来了 这不借缘怎么行 布施敌了 我们为了成就自己 成就大家 必须要晓得 钱没用处 钱最害人 钱有毒 赶紧把他散出去 不要留在身上 散得干干净净 就得大自在了 世界人不晓得 第二 爱 爱于 出自于真诚心 真正 真正爱护一切众生 所有的一切语言 都是帮助众生 破迷 开悟 都是帮助众生 力苦 得乐 真实爱护一切众生 佛在经典里面 所有的言语 所有的言语 都是爱语 第三个 力行 力是利益 一切所足 对于众生 对于社会 决定是有利益的 决定没有害处的 这众生才愿意 接近你 才愿意听你的 第一四个是同死 同死 逼得要发生大死 没有正得发生 同死这一条 不能求 发生大死 行 他的定功够了 智慧也够了 譬如那些大菩萨 他看你有缘 他也来度你 你喜欢打麻将 菩萨怎么样呢 天天陪你打麻将 而且每一场避影 他比你高明多了 你就向他请教 他就说 修定修会 你就高明了 他用这个方法来 先给你同死 你喜欢什么 他可以跟你一样 这个就很欢喜了 很容易了 但是没有这个定力不行 没有这个定力的时候 这些人喜欢五一六成 你跟他去了 就被他肚炮掉了 那个麻烦就大了 所以定力不够 智慧不够 用前面三个 这个 不实 爱与 利行 真正到功夫得力 才可以用 最后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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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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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摄受一切众生 四种方法 不实 是其中之一 不实 即一切佛法 佛法 自食之中 不外 也 是一 不实 即使 即放下 我们把底下文念下去 推之 把它推广来说 持戒 使 贪嗔痴 忍如 使 称慧 精进 使 懈怠 昏尘 钓居 禅定 使 散乱 昏尘 薄弱 使 念 便 莫法 而知 实在讲 佛法 自食之中 食是开始 出发心 终是成佛 从出发心 到成佛 修什么呢 没有别的 放下而已 放下之后 再放下 再放下 到什么都没有了 放下也放下 那就成佛了 所以佛教导我们 如果我们把尽死烦恼 八十八瓶 尽活 放下了 你就正去托换国了 再将三界 八十一瓶 私活放下 你就整过罗汉国了 你把尽上烦恼再放下 你就是三贤菩萨了 再能够把无名 放下几瓶 那你就是发生大事了 到等救菩萨 他还有一瓶身像无名 还没破 还没破 再把那一瓶身像无名 再放下 再舍掉 就成佛了 所以佛法 你问修什么 不失而已呀 就是要把它舍掉啊 舍掉才能够成菩萨 我舍一点还留一点不行啊 那还是凡夫啊 要舍得干干净净啊 凡夫之人 没有智慧 烦恼忧虑很多啊 害怕了 我统统都舍掉了 我明天怎么生活啊 我的钱财统统舍掉了 但明天我活不了了 你说他放下了 没放下了 为什么没放下呢 钱财放下了 什么没放下 生死放下了 我就没生死了 那多痛快啊 还把生死牢牢地抓住 放不下 身外之物放下了 身放不下 那怎么行呢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 实在讲 许许多多的观念 都是错误的 迷惑颠倒啊 英光大师叫现代人 念了凡死训 他老人家叫人 学佛从哪里下手 了凡死训下手 也是高明的了解 我也得这个令 我出学佛的时候 认识了朱金州老居士 那个时候老居士七十岁 我大概是 我是二十六岁 他老人家七十岁 送我一本 两番思训 我读了好几遍 很有道理 我很相信 廖凡死训 是讲因缘果报 你要是真正读了 相信他 你就知道 一银一诛 莫非前递 你命里面有多少财 你统统舍光 舍不光 你这些的 他过几天自然就来了 命里有的嘛 而且怎么样呢 愈舍愈多 可是你要记得 愈多要愈舍 你不能说多了 不舍了 不舍就完了 就要得病了 不舍就会得病啊 愈多愈舍 是愈舍愈多